各位朋友晚上好 又到了加拿大华人建筑协会每周专题讲座时间 我是主持人Jenny 首先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今晚讲座的嘉宾是我们的史类设计大师Peter Yip 叶国雄先生 还有灯光设计师Peter Mark 马易康先生 两位嘉宾上周已经给我们带来了 史类设计中的灯光照明的第一部分 今晚他们会继续给我们带来第二部分 下面有请Peter Yip Peter 能听到吗 听到吗 我能听到 下面把时间交给您 好 你share给我吧 好的 好 好像不行的 可以 已经看到你的照片了 看见照片了吗 对的 为什么不行呢 哎呀 等一下啊 看见吗 看到了 看到了 好了好了 OK OK 各位朋友好 OK 我Peter Yip 今天要讲那个 灯光 心内灯光 学习的第二部分 OK 一样啦 请你不要怪我的普通话那么烂 OK 今天我也要等一下呢 我先讲大概15分钟前面那个灯光的部分 后面就等了Peter Ma去讲他的另外一部分 OK 灯光 灯光呢 现在灯光 心内学习的关系是怎么样 关系 OK 我们就是灯光很多时候 放的好不好 会不会over 会不会太暗 是有个关系 OK 我们第一 就是怎么样 很简单说灯光的单位是什么 那么灯光的通常也是呢 啊 这是如果叫 我看给你要查了 OK 这个food candle 那个印记的这一般food candle 在 在公寄公寄的叫lux 所以我们就通常讲的这个 指这个lux 指这个food candle 这需形容这个灯光的光 多光 OK 那就是food candle 另外就是lux OK 好了 怎么样理解呢 一个lumens呢就是呢 一切成一切的一支 蜡烛的那个光 就如果一切成一切 我们能够看见一个蜡烛的光就是一个food candle 如果公寄来说呢 如果公寄来说呢 一米成一米呢 我们也是一个蜡烛呢 我们就一个lux 但是我们今天不是讲怎么怎么去顺这个灯光 因为这个 比较technical的东西 我相信比较 所有时间去讲怎么顺这个灯光了 OK 我们灯光另外呢 灯光影响你那个灯源 OK 灯光 从这个沙边的地面的高度呢 很有关系啦 OK 越高 距离越高呢 灯光越来越弱了 就是这个类似最下面的150个lux 最下面3500个lux OK 还有呢 这个灯光我们要考虑 narrowbeam 还有widebeam 那个灯光 是不是 睡光 虚光还是闪光啊 好了 我们通常那个灯光 那个灯呢 那个晴天白天那个没有云啊 那个 这个大概呢 在太阳之下呢 大概1万个lux 大概有概念 OK 如果你在房间里边的靠近玻璃枪呢 如果要去 大概1000lux 好了 房间的中间呢 depends啊 看你多少个枪啊 多少个高度啦 如果一般就是25没有开灯啊 25-50 那个lux OK 就是lux就是我们用来定下来光的光度 我们呢 通常灯光之前呢 我们通常有个参考 这个 主要例子 这个 bedroom 睡房 通常我们要求200到300lux 啊 cashroom 那个 cashroom里边300到500 500 OK 而且每一个地方呢 每一个地方呢我们有个区范 通常我们要求多少个lux 19间呢100到300lux 19间呢100到300lux interior parking 在停车场里边 50到100lux 办公室啦 一般都是办公室 通常我们alouse 300到500lux 这个 在 啊 寄生灯光的时候呢我们能够 看到那个参考 我们通常是有多光多亮 OK 好了 我们今天有讲讲的灯光是一个重点 一个step 步骤 第一我们就是identify那个requirement 确定的灯光优求有什么效果 第二就determine the method of lighting 我们要确定用什么灯源 怎么运用 OK 第三select the lighting equipment 通常我们要确定灯光 灯光是 灯光光源是怎么样 选 第四 第四就是我们就是 写出来啦 用电脑也好 用手 选出来我们这个空间所有多少灯 多少个灯头 第五呢我们确定用什么 系统去控制整个灯光的效果 OK 第六我们买灯买什么灯 每个灯我们考虑什么 OK 第七就是当我们当我们做完那个工程了我们通常呢有最后调灯光啊 设定那个调整什么样比较精确的那个angle啊 我们还有啊 是不是overdesign啊还是太暗啊太小太灯光不好啊 所以我们基本上就七个step 七个主要的step 去确定 设定设设计的那个灯光啊 第一个 设计的灯光啊 这个 还有什么我们task requirement 我们还有 根据要求的我们的光光光光度 这个example的刚才说这个办公室 300到500个lux 我们就背上 300到500个lux 去开始 就 选灯了 设计的灯了 啊 还有呢 我们很多时候要注意啊 悬光 Glare OK Glare 这些做得不好很不舒服啦 即使你很亮很亮的没用 OK那个光 影响了眼睛很不舒服 你是不是要完整个mood 那个space 灯光怎么分配什么布置什么layout 怎么 distribution 还有呢 那个光这个空间 这些这个形态的关系你是不是要 啊想 收出什么圆圈还是 方形什么东西灯光 会帮助你的可以做出那个效果出来 你还有什么东西要 emphasize 比如说他example你要这个有发屏这个乡有个话你所有 就 我们要考虑 灯光 啊 就这样 表达个主题 OK 还有什么东西啊 你不需要 不需要 还有收藏起来啊 还有灯光的方向 还有 有些时候我们我们不一定用全部人灯光可能有 用一点 异光啊外边的玻璃窗外边的光啊 这些我们这些 考虑灯光 水球啊要目的 我们设计什么东西也是一样啊 开始之后一定要了解这个目的是怎么样这个空间是什么空间 啊 才能够开启了 好了 很多时候呢我们要小心啦 example啦 我们放灯的位置呢 这个就是影响的 气眼 glare 玄光就是glare 气眼 所以这个灯的位置 Position也很重要啦 OK 同一个灯放个位置也不同啦 OK影响这个 眼睛 我们叫 玄光很不舒服 OK Direct glare Direct glare Eye level OK 所以光灯的 Position很重要 不能够 润放了 OK 另外第2点呢就是 我们用什么灯源怎么运用 OK 这个 情况我们要考虑 啊 怎么样 考虑就是 example我们用 是不是 We says part light out 顺序的part light 卸灯 还是 直直卸顺 还有indirect light Direct and indirect light 通常我们呢 用indirect light 箭直 这个普通话叫箭直吧 这个灯呢 通常比较舒服很多 OK 反卸出来 反弓出来 OK 我们是不是用 那个 灵静 灵静 灵静是什么 应该是 打方格那个灯 那个那个那个 这个灵静的 光管灯呢 通常用在 Mexical office 是比较 灯光比较闪一点 比较舒服很多 OK 我们是不是要 要 强一点灯光还是比较 弱一个灯光OK 我们是不是考虑也是需要用 异光去减少人造光OK 那 灯呢很多时候我们就 Indirect light 这个 这个是叫 Indirect light OK 灯光通常就是 从一个灯远 射到天花 射到层壁 那个从这边 帆射出来 这个通常比较舒服了 Parabolic就是 灵静的灯光 就是比较 打出来的光比较 有 比较 比较 看不到shadow shadow 影子 在牙医 Dental office 很多时候需要这些灯光 因为呢 做 surgery呀 做什么 戏的东西呢 你不能有手影 OK 这个我们考虑 啊 是不是需要这个 外边 有个 Day light 去 附座一下 OK Task light就是 桌面的灯光了 OK 我很多东西要考虑了 OK 好了 第3 Selection of the lighting equipment 到你选的灯泡 灯泡的总率很多很多了 现在 很多了我们要考虑个灯的output 光的输出率lumens 我们讲 输出光的输出率lumens 还有用多少个瓦数OK 那个功效 灯泡的寿命通常说2000个hour 3000个hour 10,000个小时的灯泡了 OK 灯是个大小啦 我们要考虑它是不是 灯泡也是很多气焰的 OK 要小心一点 还有灯光 灯光颜色的室温 灯光的 在灯光设置部分呢 灯光的颜色呢 warm还是cool呢很重要啦 OK 我们还要考虑呢 有些灯现在一般都是LED啦 OK 那个 通常比较闪电 OK 用电水球是怎么样 OK 还有呢 怎么样调校 OK 现在 一般的灯泡呢 LED能不能够用电脑 调控 OK 调光 OK 还有这个灯的system 是不是配合这个线墙那个 配电的系统 还有其他呢 灯是那个 光源的考虑呢 是不是能够调控 调控那些呢 还有呢 光的失去率 是不是 你用很多很多灯 才做出来的效果 还有很小的灯 做出 同一个效果 变形呢 你要考虑啦 顺出来是不是 呃 闪 闪电 那个不用太太用太多电 Lighting distribution 我们放灯位置呢 很重要啦 OK 有没有强光 Clear 空气 我们有空气不能够气氧了 OK 气氧很不舒服啦 那个灯 外形啊 材料啊 啊 还有个维修方面 是不是 考虑这个维修方面 是不是 呃很易事还是很麻烦啦 外形啦 还有另外那个 Firmware management 现在我们也是要考虑那个灯泡 灯出来的 液 液量 这个这个 液能 OK 因为 灯出来的 too hot 需要的 空调呢 多很多啊 所以我们就是 选择什么灯呢 要配合那个空调 工程师他们怎么继续 他们就是 控制个 空调 冷气 OK 因为 越量 越很多呢 它 很多冷气才行 OK 一般来说啊 我们 part light OK rule of thumb 就是怎么样了 part light 每个part light 之间那个距离呢 通常我们 通常呢 Depends on高度 天花高度多少 还有那个用什么灯泡 我们一般是 Four feet 到 6切 4切到6切之间 OK 还有最重要呢 第3个part light 最后最后的part light 距离个墙啊 距离个wall 不能够超过两个part light 之间的 一般 Example 这个两个part light 4切 4切 那么那个part light 最后那个part light 靠近那个墙呢 不能够 小个2切 一定要多个2切 OK 你不能够1切 1切 所以这个 rule of thumb 就是 通常靠近的墙呢 就是 half of这个 外边的part light 之间的 距离 OK 还有另外一个 通常光管 这些 处理的光管 Example 两个光管呢 这个光管是 4切 一般是4切 Four feet or 8 feet 然后我们这个 光管最后的距离个墙呢 也不能够超 不能够 Less than 这个光管 的长度 Example 光管 Four feet 距离个墙呢 你不能够少个2切了 OK 否则呢 做出来的 灯光啊 效果呢 不好啦 不均匀啦 还有啦 我们就是 定下来刚才 One, two, three 三个要求 现在我们要顺灯了 顺灯了 OK 一般来说呢 一般来说呢 以我的经验呢 我放个灯 没有顺了 by experience by experience 那么多年的经验 做个灯出来 当个 报局出来 通常第1天 通常第1天就用手 顺出来了 这个我不会 请大家 说怎么顺了 因为这个很technical的东西 还有我读书时候了 在学校时候 在 很多年了 现在 大大概概流 不清 忘了 很多 第2的 通常呢 第2第3呢 现在通常呢 皮着妈 等下他们那部分 他们通常用 电脑 来顺出来 做出来 三维一个 建模 效果 全部第2第3 现在全部用电脑 用分配 怎么样 顺灯光 用多少个灯 做出来的效果 OK 但是呢 一般呢 我们就是 第一就是 算出来那个 用很多 光晴师 光某啦 去算出来 多少个灯 OK 好了 基本上 我们不许 今天讲什么 去算灯光 OK 那是基本上 考虑几个人数 我们灯了 我们灯呢 我们考虑个灯 通常考虑 是不许从灯到地上 OK 没有人趴在地上去看东西了 OK 我们通常就是 从work plan 桌面 通常两切六啊 未必三切啦 OK 所以这个高度很重要 OK 这个height OK 我们还有那个room cavity room 房间的强度 强方形还有正方形什么形象 啊 OK 啊 啊 在确定的灯光呢很重要呢 Wall reflectance 小心啦 当你intill design 你的房间里边的灯 这个油漆啊 那个壁纸的颜色比较大 比较深色呢 那个要求的灯就多很多了 OK 还有floor reflectance 还有ceiling reflectance 天花 地上 还有墙壁的那个反光 在计算 在design灯光也很重要 很重要 OK 如果整个 环境是比较黑黑呢 OK 你的灯光多很多了 OK 所以我们计算灯光呢 是需要考虑reflectance 是怎样 摆啊 还是 嗯 深灰色啊 嗯 什么浅色啊 什么怎么处理啦 啊 今天我们不是 讲什么信 信信灯光OK 好了 确定之后呢 我们还要确定那个control system 那灯光control呢 我们呢 怎样控制 光这个怎么控制这个系统 也很重要OK 很重要的我们呢 什么考虑呢 通常呢 以我来说呢 这个空间呢 比较 通常我不会一个灯 那个灯开关 就全部打开 就关掉一个灯 OK 很浪费了 OK 通常我们通常会提供多个 开关去控制这个用灯的 用量是多少 啊你不能够一个开关就全开 就很浪费了 OK 啊 还有呢我们呢 可能有些时候呢有一个空间那个房间里边有 2-way switch 有些时候 3-way switch 什么 两边 开关那个那个那个灯开关OK 嗯 还有呢我们要 当你design 时候那个我们好考虑可能用 用智能的开关呢 用 什么就是 Motion 这个Detector OK 这也是对那个 啊 啊 save energy 很有帮助了 OK 还有我们可能用 时间控制的开关啦 Timer 通常胶牌的灯 我们通常 在design 时候 通常有 要有要求用Timer OK 什么Motion Detector Solar energy Solar control 啊 通常调光呢 Dimer control呢 我们是通常 用在餐厅 OK 餐厅比较呢 他们比较想比较空气 比较有Mood 空间比较有个 有个气氛 办公室不用了 OK 通常我们这个 外边 那么多年就 路传这个牌子 这个不同的 啊 调控他们是computer的 set up a system set up a 时间 set up 你要什么 什么day evening night time 有什么效果 他那个时间 慢慢慢慢到 预定那个时间呢 他始终调那个光的 感觉出来 OK 啊 最后我们选灯 我们选灯也很重要了 OK 我们要考虑这个quality啊 这个灯 不能够 当然外边很多灯很便宜也有很贵也有 20块钱这个 卸灯也有 200块钱一个卸灯也有 OK 所以这个一定要选一个比较好一点的灯 因为不好的灯呢 他 你很浪费电了 OK 还有这个 我们考虑这个灯是不是内容啊 是不是 三叶是不是好啊 还有过夜的不行了 OK 我们买灯的时候呢 已经要 要考虑这个 输出率是怎么样 容易不容易安装 OK 就是这个我们考虑了 OK 当时的灯的品种很多 一个例子 例子 HIGHBAY DUAL HEAD PARTLIGHT LED的灯 灯真是 过千个 几千个 什么灯也有 OK 所以我们顺灯呢 要很小心顺 OK 我看看那个灯光 Mix的效果 给Example你看看这个是个 Open Sealing的办公室啦 我们听话是白色啦 OK 一般人来说那个我们有个有 Decorative Lighting啦 我们有Task Light啦 我们有 Embrane Light啦 我们也有Action Light啦 整体那个效果呢就出来个 Color Temperature啦 比较 比较舒服很多 英白的 白英黄色的黄色那个 这个 比较 比较白光一点 那个 Cool Light 这个Mantle Watch啦 在Mantle 很多年前我做那个 做出来个灯光 做出来个效果 OK 这是 那个 处理个效果 还有呢就是 你看见那个灯呢 我们还要 recess的灯 还有 Decorative Light Action Light 不同灯光做出来 不同的效果 OK 打出来个不同的目标 这个一个SPA 这个SPA那个 大概7000多起这个SPA这个Reception 最好准的地方是 我们是 用灯光 highlight 这个墙壁的 这个 叫reclaim wood 这个木头 全木 OK 还有个 踢脚 踢脚线 上面还有床的暗灯 OK 比较很indirect 通常 比较 油一点 OK 舒服了 OK 这个灯 蛮大的 这个灯 起了好像 忘了 好像 差不多20起了个灯 OK 吊灯 OK 好了看看其他个SPA 现在我现在做了个Chinese restaurant OK 大概差不多7000起 OK 现在还没有做好 OK 我们当然定下来每个房间VIP 这个处理和空间这个 restaurant在一个shopping mall里面 OK 外场是弯弯的 厨房在后边 OK 我们 Layout 定下来了 我们就开启 灯光的 报局 OK 通常是 我通常mark 我的staff 我的员工 厨房应该怎么安排 一个灯 我想怎么安排这个灯 我怎么天花 做出来个天花的效果 是怎么用 这是我 mark这个东西给员工了 员工根据我的这个要求呢 他做出来 整个天花 我 刚才我讲了就是 你不能够一个灯就是全开 全开了 我们就怎么控制 靠边那个port light 控制一个group 另外床在灯槽里面一个group 那在靠近窗边的一个group 每一个不同的部分呢 不同的插座 这个开关全部在这里了 每个房间的开关也是自己的独立了 OK 我们就是 厨房也是怎么样控制 怎么样 开关 放在哪里 OK 这是 另外一个spa spa呢 现在还有 现在 还要做 还没有做好了 OK 这个spa大概 这个应该 八千多尺吧 8000spa 我们就是不同的灯光一层一层一层的那个天花的dry wall OK 很fancy啊那个天花OK 然后我们现在正在joinboard里面呢做出来的效果OK我们在这里 在选了个丢灯这个灯呢 大概15尺高 洗了起码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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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个 灯怎么掉 怎么配这个灯怎么样我们现在 呃 现在做造型了这个灯光造型OK 这个天花造型OK这个 三维一个brity 还没有做完OK 然后我们啊 peter marley 帮我们 做出来的效果出来看看个效果是怎么样OK 啊哪里太多哪里不好哪里 多哪里小我们不是有很很亮很亮的那个 environment 我们比较有气氛的那个environment 啊这是 这是 这是我们design show这个 做出来的 啊还有他的spa外面的外形我们的这个 啊 building我们我们重新design一个外形的出来怎么样 啊用indirect light 啊表现出来的architectural那个building 外面的一个造型OK 这个还没有做啊OK现在在 zoing board里面 design的 之中 还有现在在 制裁过程 啊最后一个enigma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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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个餐 OK 啊我们也是 也是灯光啦OK 中间凹上去那个灯光啊 pull light啊 decorative light啊OK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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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全部是灯光呢我们 在挖图修呢已经考虑灯光是怎么样出的了这个现场做出来 这是 烧果图做出来这个现场出来你看差不多吧没有没有分别了OK 啊挖出来就能够做出来了OK 啊这个这个工地呢应该下星期做完了OK灯光做好 啊 Peter Ma 啊他们的公司帮我们 光灯光的design 效果OK 还有另外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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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en Kitchen OK 那我们两个一样啊做出来OK 那个blast 桶啊OK做出来OK 嗯这是应该一个多月号码开张嘛这个 啊就是怎么样啦我现在要交这个 给啊Peter Ma了OK好吧 Peter Ma你准备啦 OKOK 听得到吗 听到 OK 啊看得到你们了吗 好了我听到我们听到 OK好好 啊 啊谢谢Peter这边讲这么多我还不知道原来Peter 啊知道这么多关于这灯光的部分 其实 不像很多设计师不像Peter都那么懂啊 不是并不是每一个设计师 都对灯光那么了解今天才知道原来Peter 其实 非常清楚 所以其实 中间很多会有一些重复的部分 那我等一下 有一些 重复的我就尽快带过 OK OK那我们今天主要要讲的呢就是 这个照明灯 照明灯具和设计手法 OK OK那我们先 讲一下灯具最主要的目的之一呢当然就是 提供 这个照明嘛 那么 我经常会有些客人会跟我要求说 他说我的空间我要照得很亮 OK 那我现在这边问大家可以看到两个照片上 你觉得哪一张照片 会觉得空间 更亮呢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选 左边这张照片 OK 但是我们在做照明设计的时候不单纯只是为了追求亮度 我们做照明设计的时候更追求了一个是所谓的舒适感 OK你可以看到 左边这张照片就是一个非常简单 粗暴的一个方法就是在针中间 放一个chandelier 非常非常亮 但是呢他把它开最亮的时候会导致 非常刺眼不舒服 而且 下面这个画跟桌子都是没有不够亮 那看右边这边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 这个桌子还有这个画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 这个有很crystal shadow 所以显得这个视觉非常清晰 然后也非常舒适 因为不刺眼 OK 所以说呢我们要如何营造这个所谓的舒适感 我们这边 为了让大家非常容易记得 我们这边提倡了ABC三个点 那我们这三个点 详细跟大家做解释 第一个A 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炫光是怎么产生的 就像炫光就像是你开车的时候 晚上开车的时候被对面的车头用high beam 照到 那你会 那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瞳孔 会缩小 然后周围环境显得就非常暗 OK那么我们把这个 炫光 遮掉的话呢 就像是你开high beam 去看外面 然后被造物会显得非常的清晰 OK那 如果是以这张图来说的话 一样的 是 水果会显得非常清晰 那如果是有炫光的话呢 这个水果就显得 会被 变变暗 这样子 OK 那 这个 这个炫光呢 因为人 人类的视野呢 是 水平线上的 上下的 30度 OK所以我们在选灯具的时候 我们会特别注意到 就是说 这个 灯的光源 在它的 边缘 它的节度角 有没有超过 这个 30度 如果是 小于30度的话呢 你就会 看到这个炫光 通常我们会建议 30度到45度 会感觉更舒适 OK 那这个 像 看到这张 这个房子呢 是 它用了这个所谓的 Slim Panel Light 这个也就是市面上 通常卖的最好的 一个灯 因为它安装方便 然后价格便宜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它完全没有 像前面这张照片 就是 它有做一个所谓的 Deep Reset 所以呢 它会显得非常炫光 那 完全 移开来 你下面要照的主题 显得 没有对比 然后清晰度不够 那么好的Example呢 是用我们这个所谓的 Deep Reset Light OK 那优质的灯光呢 要显得 不刺眼 然后 不突兀 你不会去注意到灯距 然后会 很融洽的 融合到整个 自然光里面 然后不会去看到光源 那这另外一个是 我在King City 所拍到的 这个 这个 设计师呢 估计原先他是非常讲究 就是 他要用这个所谓 Deep Reset Light 在这边 他灯距首先是选对 然后他甚至还做了一个 一个slot 想要把这个灯距给隐藏起来 所以你完全其实是看不太到他这个光源 但是我估计之后可能是业主觉得太暗 所以他就加了 一大堆这些 Slim Panel Light 所以这就显得说这个灯光设计呢 在我们在建之前是非常重要的 要先提前规划 那你后面要补救的话可能 会越补越糟 那我们在 Commercial Application的话呢 你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在Yorkdale Mall里面 这两个餐厅呢 刚好就是在旁边 一个是Pickle Barrel 然后另外一个是Cheesecake Factory OK Pickle Barrel的话这边你就可以看到他用的 首先是 我们先看下面 他整个桌子呢都是没有均匀的亮 所以显得整个店面呢 特别的暗 会比较没有食欲 然后再加上上面这些光 非常的 刺眼 OK 那好的example呢 这边是 Cheesecake Factory 他的光完全是看不到他的光源的 而且他还有 用这些Strip Light把这个边 他整个 Cealing Features给打亮 OK 那当我们 跟 设计师还有建筑师在做过通的时候 他们会经常会跟我们要求这个所谓的Spec Sheet 可能是对大家来说可能会有点复杂 所以我们 直接 看到我们下面这个部分 这个Photometric的部分 这边呢我们 从这个图可以告诉我们 就是说你当你选这个 光束角之后 在 什么样的距离 可以造出多大的一个圈 OK 那如果我们把它视觉化 你就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这边可以从比方说9度到 60度 OK 甚至我们 除了 就是Spotlight就是一个圆形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做出其他各种不同的光型 比方说这个所谓的overflot 这个就是椭圆光型 还有这个方形的光型 还有这个洗墙的光型 那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么多种光型呢 是因为 当我们要选择适当的光型的时候可以 刚刚好去frame你要 特别去注意的部分 比方说像这个窗呢 就好像它自己 在发光一样 就是它非常的柔和 OK这样可以提升 它的价值感 然后可以注意到 细节 我们这边也一样 做一个 不好的example呢 这边是像是它没有 经过去好好的 去计划这个light plan 茶几这边全部都是暗的 这些画呢 暗的 好的设计的话这边呢 你可以看到天花板这边 它只有这种两盏灯去照这个茶几 两盏灯照这个画 OK 人做的地方都是暗的 因为这样 如果在人头上面放 照灯的话会显得特别刺眼 这是我们公司 台湾 在台湾的 Nike店 我们先 抱歉我们先看左边这边 这边是在Downtown一个 Adidas的店 你可以看到这边的话 它就选错了 这个光速角 它如果是光速角太小的话 它只会注重到 某几件产品上 那其他没照到的呢 就会被暗淡掉 就显得不均匀 那好的这边的话 像我们公司做的就是 整个 曝光非常的均匀 然后可以明显 看到每个产品 甚至有些 这灯光呢 它因为 选错灯光呢 还会显得太突兀 像你看这个厨房的话 你会注意到它的 这个光斑 而不是去注意到它整个cabinet 那 另外这边 查不 它觉得不到的光斑呢 这才是好的 那像 这边我们用的 所谓的洗墙灯 OK 所谓的洗墙灯呢 就是可以均匀的从天花板到地板 均匀的打亮 那跟其他的这个聚光灯的话 可以看到是上面这一块 会是暗 OK 我们这边可以看到更明显的一个做比对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效果 OK 一般的话呢 这边上面 看 就会觉得比较压异 因为上面会比较暗淡 会有一个所谓的cavy fact 如果把这边 天花板这个部分的话照亮 会显得这个空间更大 天花板较高 OK 同样的 洗墙灯呢 我们就 一样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是非常完整的融入这个自然光 不会去注意到任何的光斑 另外这边的话呢 就非常的散乱 就很多 散的光 墙壁上都是 会比较 不会太注重到你的家具上面 下一个是 椭圆光形 这个椭圆光形呢 我们 尤其是在餐厅里面用到特别特别多 比方说像这个桌子呢 我们就用了一个所谓的椭圆光形 它的形状是长这个样子 它照出来的时候呢 下面会照出一条线出来 OK 为什么要这样呢 是因为在 因为经常我们桌子是长 就是长 长条一直线的嘛 所以我们为了 避免照到这个 坐在座位上的人 这可以避免 这可以避免一些 刺眼防眩光的部分 甚至呢 我们经常会 桌子会移动 你可以看到这个 桌子我们 不管是怎么移动的话 它都是会一条线的照过去 不会说有一个桌子 按一个桌子 这样的问题 甚至我们还经常拿这个 椭圆光形去打一些招牌 比方说如果我们是用 Spotlight的话 太大的招牌可能我们照不到 所以我们可以 专门用这个 椭圆光形 来Taylor Fit这个招牌 第三点呢 就是所谓的color 我们要挑选 所谓的color temperature 跟这个 颜色性 OK 这也是大家选择的时候 需要注意的 两个数字 为了让大家更容易记得 所谓的color temperature 就是当 你 把一个金属条加热的时候 这个温度越高 所以它会显得越白 然后它温度越低的话 会显得越暖 那这边是一个 一个比较图 我们有一个所谓的 颜色的保和度 这个数字越高呢 你显现的颜色更多 所以这是一个 color temperature 跟color rendering的 一个比较 OK 那 从color temperature的选项的话呢 我们 可能有时候我们需要一个暖色调 一个冷色调 可以就是依据 设计师的喜好 喜好来做选择 OK 那color rendering这个部分的话 可能大家比较陌生 如果大家在 早期的时候看到这个 荧光灯 它会显得 颜色经常会 白会特别 惨白 然后食物的话 这些颜色没有办法特别 显现出来 甚至是早期的LED灯呢 它因为技术还没有那么成熟 所以会显得 这个LED 这个被造物非常绿 这也是 经常早期的时候 大家比较排斥LED的问题 但现在 我们的光呢 可以接近非常像这个 这个乳素灯 OK 这个就是我们有一个 CRI的一个number 它是 从0到100的一个数字 100为这个乳素灯 然后现在 通常市面上的LED 在 CRI 80左右 OK 那我们像最近做 大概在 两年前 大概给这个 成绩是汉 OK 我们从 这个 这也是业主 他当初 一开始想要 原本是乳素灯 他一直非常排斥 遥移地灯 然后之后看到了我们的灯之后 看到 灯光效果非常好 然后就 我们就全部把它给换掉 OK 那颜色性的话呢 呃 大部分 一般的LED 85 这个是偏绿 那我们公司的光呢 是出了所谓的 苹果光 可以让你的皮肤 白里透红 OK 甚至在 呃 在这个 呃 commercial的时候 比方说照水果 要显示它的颜色 要用到很高CRI的灯 我们都可以特意让它显示出来 OK 尤其现在 呃 呃大家做餐厅的时候 呃只都知道这个Social Media 非常重要 OK 用这个暖光呢 呃用我们这个苹果光呢 可以让你的食物 呃就是 显得非常的 非常有食欲 OK 然后看起来更新鲜可口 呃大家拍照的时候可以不用加filter 甚至还有这个是我们做的 在阳街上面做的另外一间这个抓挖挖机店 一样也是非常多网红他们很喜欢去这边拍照 OK 呃不好的像这个另外一家电他可能 花了后面花了很多钱做这个墙 可是灯光效果 太绿不好 呃就有点可惜 那我们这边一个大概一个总结 OK 我们呃 呃第一个 这边的话这边是炫光 然后颜色差 颜色性也差 呃光形也差 然后颜色性也差 因为它基本上这边是没光形 然后呃非常刺眼 OK 那我们另外这边的话呢 是没有炫光 然后光形刚刚好 颜色性也刚刚好 呃 所以呃 呃 我们台湾有一句谚语啊 就是说 呃三分靠人 然后七分要靠化妆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呃室内设计师呢 好像是一个外型 呃外科整形意识 他必须要注意到这个整个空间的 流动 OK这空间的美观性还有实用性 那我们作为灯光设计师的角色呢 有点像是一个化妆师 OK我们需要用灯光来凸显他的轮廓 然后增加层次感亮点 还有暗处 不是平均呃照亮 OK 那我们这边看一下这个是我们在 呃先前在 Havana type OK 我们这边有非常的聚焦在这个桌上啊 OK有很多highlight OK 就是并不是全部都是平淡的一个光有 非常多的contrast OK 呃 甚至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吊灯这边我们把它做了降暗 呃降暗他的亮度很多 不会他让他刺眼 因为当初进来的时候 这个光天花呢 这个Chanelina太刺眼了 然后我们把它做调整 后面这边我们用了洗墙灯把这个整个panel把它均匀打亮 OK 呃这边甚至我们在 呃像这个理髮店的话呢 我们有用这个各种不同的 呃这个filter可以去 呃 让这理髮师 更更清晰的可以看到他每个剪头发的时候他们 呃客人后脑勺经常 会显得看不到 所以我们当初有用这些 很多light treatment 去专门帮发型师做设置 OK 呃这边的话 呃大家可能会经常问说啊 那如果我们照 我们有很多自然光窗户是开的怎么办呢 我们 也要去照墙壁 OK 我们要去照这个 照这个drapery 不是照墙壁 你照这个drapery的时候可以 像是那个roman column一样 这个一样也会照起来很漂亮 OK 甚至我们这边 呃 给real fruit也有做很多 我们是独家real fruit这个 灯光供应商 给我们在 在我们的灯袋呢 这边是 你可以看到是没有光点的 非常均匀的一条线 不会看到一条一条点 甚至还有呃现在最新出的 这个所谓的neon flux 这个光呢 一样是它可以根据你的curvature来做 做这个定制 OK 呃照明的 主要两大手折 就是要知道 要照墙壁 不要照地板 要照桌面 不要照椅子 基本上大家发 呃跟着这两个手折呢 就可以达到很舒适的一个效果 OK 接下来呢我们就 呃 最后 呃我们讲一下关于这个fixure部分 大家要知道现在买灯具的时候 不能像以前一样大概这样想 就是说 很多灯呢 现在是没有灯泡 OK 没有灯泡 可能大家要知道像这个是在买 所谓的 电器产品 不再是以前传统在买电料 因为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现在换LED灯的话呢 是不能换 呃所谓的灯泡的 那它但是它有几个好处 第一个是它的 效果 呃它的 它的光呢 可以瓦数更大 OK 它的体积可以更小 这样子的话 呃可以做出各种不同的光型 Efficiency 更高 OK 呃现在我们的话有 各式各不同的这个 轨道灯 OK 可能有些 有些厂家呢 他们比较在乎他们的使用寿命 OK 所以我们这HeatSync 是 呃 是曝露出来了 那有一些人比较在乎 这个外观呢可以选用这种 但是他们都是 所谓的整体 根据没有灯泡 OK 呃甚至现在这个 炮类Trim呢 有非常多选择 OK 比方说像这个R005 是 就是现在 最多人去做挑选 因为它看起来这边做的 非常非常的薄 如果是传统灯泡的话呢 是没有办法达到这种效果的 甚至很多这种不同的Trim 有很多 像Rose Gold啊 这些Trim 都是 比较特 特殊的 像Lennart Tire的话 我们就用这个Rose Gold 跟它的木头做搭配 非常的棒 甚至还有这些 吊灯 像这些看到非常细的这种 OLED灯呢也是早期 灯泡没有办法做到的 OK 那我们这边做一个整理 一个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 一般来说的话 这个Home Depot的灯 大概在20块 安装 非常容易 但是它的炫光 非常差 OK 使用寿命一般偏绿 OK 然后 另外这种装灯泡的话呢 它的问题就是 它的亮度不够 因为它只能装灯泡 Lightline的这个的话呢 大概是70块左右一个 但它的问题呢 也是偏绿 OK 虽然说它的亮度够 市场上的话 像刚刚Peter E讲到 250块PALLA一盏 也有 OK 它的问题呢 就是它安装非常困难 但是 它的 它的防眩效果特别好 然后寿命特别好 这是我们公司所 出来的 OK 价格 在中间 OK 然后安装一般 但是它的防眩效果很好 然后寿命也非常好 重点是它有偏红 OK 然后瓦数 也非常的好 那我们在这边折合一下 大家所 需要的诉求是什么呢 我们身为照明设计师呢 我们身为照明设计师呢 第一个是要注意是要防眩 光性也要好 颜色性也要好 业主的话呢 由于他们有 一定的budget 所以会特别在乎这个价格 然后亮度要够 甚至最后是 维修 他的warranty好不好啊 需不需要经常在叫电工回来 设计师的话呢 会 比较经常 注意到 灯具的造型 那像这个情况 Peter Lee的情况呢 他比较在乎的是 灯具的效果 可以对调一下 那当然 我们要 设计师要根据业主的budget 去做选择 包工的话呢 他们第一个 最重要的是要知道亮度 因为如果亮度不够的话业主肯定不会买来 所以他要当然要挑选到好一个亮度 然后价格他中间有e-run 然后施工要方便 OK 那这个就是 这款R014呢 是我们公司 所推出的产品 这是我们可以解决以上 大家所有的问题 第一呢他价格 优势 然后非常薄边 不炫光 显色性高 最重要的呢 是我们有一双模式 因为大家 可能会知道就是说白天的时候 我们可能想要 颜色 更冷一点 然后晚上 晚上的时候呢 要像一个candle light effect 然后更暖 OK 所以说我们在后面有一个 可以调两个模式 首先是dim to warm模式 所谓dim to warm模式 在墙壁上呢 大家 它如果调dimmer的时候颜色 它会色温会跟着一起变 降越低的时候呢 它会从4000k 冷光 然后一直慢慢降到暖光 OK 然后甚至是 我们第二个模式的话呢 是可以选择所谓的color selectable模式 就是可以选择 固定要的模式 这样子 就是好处就是说你可以 比方说你买了不喜欢的话 你可能买一个色温不喜欢 你可以当场做 换 换这个选择你要的色温 不用再回去厂家 再去做退换 OK 这也就是我刚刚讲 OK 可以有四个颜色 然后可以从 日落模式从亮到暗 然后从冷到暖 OK 这基本上就是 今天 带来给大家的 解说 OK 可能时间上有点超出 OK 那我这边 还给 Jenny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加我微信 或者是发email给我 谢谢 非常感谢两位Peter带来的 图门并茂的那个讲解和 那个实力分析 除了我们的讲座呢 是请了专业的律师 给我们做主讲嘉宾 介绍一下就是建筑行业的法律法规 还有建筑合同相关的法律知识 有兴趣参加的朋友呢 请如意这周的讲座预告 今天晚上的讲座就到这里结束了 晚安 谢谢谢谢